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金池長老 傑克好,大家好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等一下,你把YouTube聲音關掉 好,我關了 金池長老,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37歲 台灣 嘉義人 嘉義 你37了,那你應該不是5030 5030大概是29、30左右 嘉義的這個金池長老 你也在玩黑神話悟空嗎? 沒有,我只是覺得他的造型很有意思 頭那麼大 大頭,很像蘇貞昌,金池長老 好,來,嘉義的這位朋友,你想說什麼? 我先說我剛才聽到那個18歲少女 因為我有在你的板上追蹤一陣子 他之前說要去浙江讀書 很多人都半信半疑,現在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耶 也是高興 而且他改變挺大的齁 可是我也發現齁 他們現在這種十幾歲 真的民進黨的教育影響很大 他們已經 就是 怎麼說 我在想他可能也不知道什麼是台獨 他只是覺得 就好像在小時候認識了一個熊 熊娃娃之類的 那是他的信念 很像 那我剛才看他大學那個入學的那個 的那個先生訓練 我就嚇一跳 我說 中國大陸這樣子不錯 因為 他們 我看到下面還有那個什麼 如何辨識身邊的間諜 還有什麼核安全 我是想說像這種那麼難素的東西 我們大學 我們大學先生入學應該都是 一個形式 然後就大家就認識認識之類的 嗯 那我覺得外邊的教育真的比較 就是比較嚴謹喔 嗯 那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他也是蠻會利用機會的啊 因為從台灣到去讀書也是一個 一般人不會去嘗試的 嗯 好 那我說的是 傑克你有注意最近那個 中國大陸不是 八月初的時候要在奧運嗎 然後 有一些選手破紀錄嗎 嗯 不管是游泳還是跳水 還是 一開始 然後好像 然後他們現在啊 這幾天都在香港跟澳門 就是 欸 誰 游泳隊啊 沒有 是整個奧運代表團的那個 差不多六十幾個人 嗯 然後他們 8月31那時候好像先去香港 幾天 嗯 最近這幾天去澳門 然後 然後因為我的YT都會跳出來 可能是因為平常比較常看 嗯 然後我就覺得 有一個感想就是 現在 因為他們那些運動員年紀 有很多都是 他們稱為00後 就是 2000年以後出生的 他們叫00後 嗯 然後就 就會 因為我想說是感覺到現在中國大陸 因為我們台灣人有時候在講這個共產黨 都很喜歡去講那些文化大革命啊 那邊六四啊 啊再怎麼講都是毛澤東啊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中華民國同樣那個時代的人 會去講嗎 不會 啊講到大陸一天到晚就在那邊文化大革命 啊我們講中正的事情你講不講 嗯 你不講 整天就說他殺人魔 嗯 那 我就說他們這個奧運代表團 有很多金牌嘛 然後就去澳門 香港澳門 嗯 然後 有有有那個 就是不像以前我們看的那種好像 很 特白很嚴肅 他們好像很 他們現在運動人好像也是很自在的 也不會說像以前好像就是一板一眼的 然後講話也不敢不敢講自己想講這樣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或許他們的這個國家的教育啊 還有那個氣息啊 嗯 是越來越開放 可能跟他們越來越富裕也有關係 嗯 可是我我有看那個YT上 有的人說那是演戲 就是有人會去那個鄉下很鄉下的地方 嗯 然後有一些八九十歲老人在路邊擺攤 嗯 然後他們 嗯 不同時代不同年齡的人啊 他們就是賣那個菜啊一百塊這樣子過日子 然後你如果一次給他們幾十塊他們還會嚇到 覺得說怎麼那麼多錢這樣 嗯 所以我覺得 我是覺得啊 我們我們台灣的人有時候也不要一直急著去想說 我是支持統一還是支持什麼 嗯 更不要說是獨立啊 尤其我們家其實是偏懶的 嗯 所以我們絕對是不敢我們去接受所謂 我覺得你如果說要獨立 你應該是要先幹過國軍才是 不用不是說幹掉共產黨 是要先幹掉國軍 嗯 我們中華民國有允許台灣分裂嗎 嗯 所以我覺得台獨的話 你就沒有資格講這種話 你除非你先打倒國軍 不然你不要跟我說你要台灣獨立 嗯 因為台灣就是中國的領土 嗯 那我們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制度 啊中共的話那又另外講 嗯 那就扯遠 我只是想說齁 就是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 新一代的那個年輕人已經不像以前那種 就呈現出他們國家 也不是說他們國家 就是說中共的管理的 嗯 底下的現代的中國的 一直在變化 嗯 所以我覺得我想到我們台灣人去想 要不要統一 要不要獨立的時候 也是要去想 統一或獨立也不是一個結果 嗯 就定在那 那之後我們又會怎麼前進 可是現在台灣的情況很明顯是錯誤的 就是在跟中共那裡搞對立 我就說中共 嗯 我們不要說中國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中國 嗯 那這是錯的 我們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統一嘛 嗯 當然現在來說一定是跟中共統一沒錯 可是至於統一之後的制度跟細節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把老百姓可以想一想 可是也不用太過於去 因為我們可能 我覺得我們要做的就是 比如說我們促進交流嘛 就像柳杰克 嗯 每個人都很多想法 然後每個人多聽多看 多了解現實的狀況 嗯 那也是會一直變化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在變 可是如果你看那些人在跟對岸的人講話的時候 你覺得他永遠都在講那些文化大革命 好像說是共產黨永遠都不變 啊如果永遠都不變 會像少女所說的 他去到看到這種感覺嗎 嗯 他們從改革開放 那時候社會很多黑幫 很多的強盜土匪 亂七八糟的事情 然後到現在 所以我說他們是變化中 可是我們台灣是選擇去排斥拒絕 嗯 反而比較像像北韓 不敢看南韓的電影影視是有罪的 嗯 因為他們 它影響他們的民心 可是我們台灣現在是像北韓 我們不要看大陸 不要進大陸的車子 我們不要進來讓台灣人發現說 為什麼他們車子的配備不差 可是卻 對不對 那個跟我們這種陽春配備 然後賣了破百萬 我們覺得很滿足 然後他們那種 甚至 因為他們一直在變化嘛 很多系列都一直出來 之後 當然他們也有粗糙的 所以我覺得 我就說 其實中國大陸有各式各樣的人跟事情 可是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就是 想要找一個刻板的印象 然後去給自己定義說 OK我是台獨 OK我支持統一我支持獨立 包括我覺得集著什麼紅筒 我覺得 因為我說我是藍的 所以你說我真的那麼 擁抱那個紅色的國旗 那個 我說實在我心裡也是沒有那麼 因為可能跟我們小時候出生的 那個教育有關係 就像少女 她可以說她的心裡的信念是台獨 也許 她的那個心裡的旗 就是那個樣子 嗯 那我覺得說 像我去理解這個 我的角度就是說 我們要去看一下那些人 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 他們看待中國 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感情 窮人就是建立在那個旗子上 所以我們就是去尊重這個旗子 就是說 是因為這一群人 所以我們去尊重他們的 其實我們自己不了解 那我們就去了解 嗯 可是我也不會說我就是紅筒 因為你要說我真的很了解 他們那個是什麼字 對我也不太知道 嗯 可是我覺得政治是什麼 政治最重要就是把人選出來 嗯 看中國大陸的高層的 但地方官那些縣啊 也是有一些貪腐 你看他們高層的 像那些王毅先生啊 或是他們現在國家領導人 因為我會自己覺得 他們是優秀 他們在檯面上 尤其是高層人 都是很厲害的人 嗯 那前一陣子他們 哇那個 我也搞不懂 為什麼國防部長 做到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還會 還會好像犯了很大的錯誤 被被 犯了很大的錯誤 不知道是泄滅還是什麼 嗯 可是反過來想 他們還可以抓到 比起柯文哲 都不知道底下人在幹嘛 也是好多了 嗯 因為柯文哲前一陣子 被放出來 我看到法院不是說嗎 就是 什麼副市長他們呢 做的啊 他沒參加那個會議啊 他都不知情了 嗯 啊那你如果你今天是台灣 嗯 侯友宜做夫的 你做政的 那你今天當了 所謂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嗯 我們整個政府貪的 然後他自己 自己做他的 講他 下面的人也是做他們的 嗯 那這是題外話啊 就覺得說 柯文哲這樣 嗯 嗯 我剛才是 我剛才是要說 中共他們 好像真的 有他們自己的一套制度 不然 今天中共應該早就被美國 全世界不是 全世界大部分人 不是 尤其歐美不是 都很想要利用中國嗎 就是 嗯 勞動力啊 或者是你的資源啊 看能不能把你騙 嗯 把你控制住啊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政治就是齁 你每個地方 台灣也是 大陸也是 古時候也是 現在都一樣 都有能人跟廢物 或者是人家 嗯 貪官都有 每個時代都有 中外都有 嗯 可是重點是今天 這個政治制度怎麼讓 有 有用的人在台上 嗯 嗯 然後垃圾 在下面 甚至被抑制 可是 你今天如果反過來 像我們中國的朝代 到末期的時候 都是垃圾在上面嘛 嗯 然後民間很多能人意識 最後他們就起義了 就推翻了 像我們民國初期也是這樣啊 嗯 像我們到台灣來那些 李國鼎 孫運璇 蔣經國先生也是 很優秀的領導者 嗯 所以政治制度就是怎麼 尤其是每個人都會老啊 嗯 像我的年紀 我從江澤民 那個鄧小平我就沒有認識 嗯 不過鄧小平我看他那時候 改革開放也是 他們黨內也是有 有鬥爭啊 嗯 就結果他們都走出 對的路線 對 所以他們都是很有能力的 嗯 那就是 執政者是有能力的人啊 不要執政者好像都是路 垃圾一樣啊 什麼都不懂 對 你看現在歐美 他們制度像日本 你看像法國 他們選出來的人 尤其像那個阿根廷 嗯 選出一個風景 啊你投票投得很爽 嗯 結果咧 整個國家垮掉 他說啊後悔來不及 等三年等四年 嗯 所以我覺得這種 有時候真的 我覺得網路時代出現之後 這種投票制度是不行的 嗯 因為控制民心太容易了 嗯 只要掌握現在民眾 抱怨什麼 你就順著他 然後就一堆人支持你 那你就 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有權力 做你想做的事情 嗯 為所欲為 可是你用 控制的是整個國家 嗯 所以我 我個人啊 我個人是 經過了 我是覺得 我是欣賞 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嗯 因為越南也是共產黨 可是我們 講到越南 我們並不會去嘲笑說 啊笑死了 共產黨 不自由 越南應該也是叫共產黨啊 對 而且越南會比中國自由 比中國富裕嗎 可是我們反而一直在嘲笑中國共產黨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比較 中性的看這些名字啊 顏色啊 不要整天就好 在那邊文化大革命 講來講去就是那些七十幾十年前的事 然後你也不去看一下以後要走去哪 嗯 還有中共現在在變化 他們很多 你看同時啊 同時 嗯 很多他們很多事情都同時進行的 嗯 不管是 內政啊 鐵路啊 外交啊 太空啊 嗯 還有那些新能源的汽車 他們剛才也在退售 人家也在笑啊 說 那時候中國車像垃圾一樣啊 啊沒幾年 嗯 因為他們很多設計師也都是歐美的啊 嗯 那至於怎麼成就起來的 那個中間一定都是故事嘛 都講不完 問題是結果就是這樣 嗯 就是變得越來越好 而且他們那個速度太快了 嗯 有時候也會覺得很不可思 尤其是他們最近那些無人機 嗯 之前還是看到他們那個特種部隊 他們還有那個仿生鳥耶 機械鳥又是用翅膀在飛的 我都不知道那個是真的還假 也許過幾年才會知道啊 嗯 還有那個水裡的魚 也是機器的 你有時候覺得說 是不是外星人 從那個51區 跑到中國大陸的 去幫中國人 不然因為什麼 黑科技很多了 而且 你說美國 現在有些人在懷疑說 他那登月是假的 你想想也是離譜 以前那個年代 沒有電腦都可以登月那麼多次 啊現在一個NASA發射一個 叫波音發射一個東西上去 結果下不來 嗯 說要 要找馬斯克去救 嗯 你就覺得有夠 有夠離譜的 你就覺得 現在這個齁 就有時候 我覺得我只講就是說 不要一講到政治制度 永遠在那裡繞那些 文化大革命 你去 把這些名稱啊 這些都看 你要去看現實看實際 然後你不要 困在那種意識形態裡 嗯 好 再來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非常謝謝啊 非常謝謝 作為金池長老你的分享 歡迎你以後多多上班 好謝謝你 謝謝 OK好 拜拜 好來 下一位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我買一些 changes 我買了可穩的